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·特朗普6号凌晨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会议中心的官选派对现场发表讲话 宣布获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利 并向支持自己的选民表达感谢 特朗普的家人和竞选伙伴詹姆斯·戴维万斯一同出席 他的竞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目前没有承认败选 据美国媒体报道 在前往现场前 特朗普在佛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 对支持者发表了简短讲话 2016年 特朗普以共和党人身份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 2020年 特朗普寻求连任在与拜登的对决中落败 今年的7月15日 特朗普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